社区亮起来为了鼓励长辈走出户外台中大东社区发展协会 规划一系列动静态课程 有音乐伴奏、跳舞、花艺班等 给老人家多元学习、与人互动 来延缓失智失能问题 更举办热闹成果发表会 来肯定这一群老宝贝 长辈们手持鼓棒敲打太鼓现场热闹非凡 为大东社区据点成果发表会揭开序幕 带上编织头饰跳着舞 现场有三百名大嫂朋友 一起参与这场发表会 长辈们有个舞台表演都相当开心 参加这种祭典的 处很年轻 身体处很幼稚 都在运动 学生来说一句话 不说在家里闷闷不落 大家都好像是一家人 来这里插花写起三个 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很愉悦 我们非常的开心 还有每天在家里都很漂亮很漂亮的话 可以欣赏 大东社区面临着人口老化 年轻人外移的状况 于是成立发展协会后 并开始举办课程及活动 希望能带动社区长辈 使社区气氛更加热络 课程不仅有舞蹈太鼓等动态活动 还有缤纷多色的手作艺术品 纸杯花 年图等进台课程 社区发展协会也积极参与各种不同的社区竞赛景评选 每年都拿到亮眼的成绩 所有的课程的长辈来做一个舞台 让他们表演 所以这些社区的长辈每一年都很期待这个活动 能够带动他们 能够让他们的身心各方面都更健康 这就是我们这个社区 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 李明透过这些社区活动 让他们能走出户外 结交许多朋友 让老年生活越活越精彩